我們在去年的6月5號 因為疫情的關係 本來是12月2要見總統 延到了6月5號見蔡總統 在見面的時候 每個團體的3分鐘的報告當中 到了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主任林玉的時候 他就拿出一張地圖 告訴蔡總統 經濟部的開發根本就是跟事實不合 總統聽了之後 很驚訝說要看這張地圖 因為在程序上很少這樣 看了這地圖之後 認真看了一兩分鐘 沉思一下之後 他就有問題 當時就有陳其中主委 就幫蔡總統解釋 在解釋的同時 潘老師就講話了 說總統你看資訊不對稱 我們應該要透過聽證會的方式 好好的釐清問題 那麼總統就說 那個他這幾年 被潘老師搶救早消的事 很牽掛 但是他認為呢 應該要多多的溝通 多多溝通找到雙贏 我們不是反對天然氣這個發電 我們是反對目前天然氣新的接收站設置的位置 跟環境的保益保存 是發生衝突的 那我們認為這個衝突點 是可以透過更好的規劃來避免的 沒有一定說 沒有一定說為了要使用天然氣 就要把我們既有有限的 稀有的生態資源 把它破壞 我認為這樣子是短視的作法 所以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既然要進行全民來表達我們的意見 那我們支持這個保護藻礁的這個公投聯署 有關公共事務 尤其是公投來講 他針對的是市 這樣的議題呢 他是有助於這個民主的深化 而且人民對於這個政策 有一些質疑的時候 透過公投的方式呢 事實上是可以來協助執政的政府 來做一些政策的監督跟公開的討論 這是我們台灣自宣基金會 一直秉持的這樣的立場 其實我今天會出席這個藻礁的公投的這個議題呢 最主要我是受了潘正中潘老師的感動 再來我個人呢 我非常非常地關心藻礁的這個議題 然後呢 對於公投這個議案呢 我也非常非常地關心 就是說民進黨政府長期以來 一直受到中國共產黨 以及台灣部分那個男生的媒體 放那個假新聞假消息 在網路邊一直散布 飽受其道防不勝防 照理說他們應該對這種行徑深惡痛絕才對 但是我在網路媒體上面也常常看到 他們竟然也用同樣的行徑來對待我們本土社團 我覺得這一點我覺得很無言 在以我們台灣國家 以這樣要台灣立國來講 我們真的需要有海洋部 我們不是只有海洋委員會而已 在第八屆的時候我們通過法案 讓海洋委員會可以成立 但是海委會畢竟又比部又在矮節 我覺得我們台灣是需要海洋部的 那我們對於藻礁的不認識 就是不代表他就可以被我們棄制 他就可以被我們破壞 民進黨他自己退守公投的議題 針對許多多公投的議題 民進黨在當時他就沒有用一個 很積極的態度來去面對 不管是當時的重要證明 或是說當時的 重慶婚姻的相關的公投法案 他都沒有很正面的去面對 那現在到了藻礁 到了藻礁這個期目上 民進黨的支持者們 再度感到教育 但這個焦慮我認為 並不是許多民進黨支持者的錯誤 而是部分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在誤導這個公投案真正的目的 一昧的把所有去質疑自己執政政策的人 都把他打成是中國國民黨的同路人 打成是中國的同路人 這樣子對台灣的議題 以及對於本土社團 本土勢力的凝聚 是非常非常有害的 我們不應該要用人工再來破壞 我們的藻礁 我們的山林 我們的這個世界 是應該要保護的 不能用人工來再破壞 任何的理由我們都覺得不能接受 我們希望我們的子孫 我們100年後 我們可能就死掉了 但是我們這些天然的資源 漸漸的會留在我們的這個世界上 讓我們的子孫繼續來看 所以我們要非常極力的要來保護 這一個天然的資源 天然的藻礁 是我們應該要保護的 我們希望全民一起來保護台灣 我們只能保護我們台灣 但是我們不要因為這樣來破壞它 任何的理由都不行